歡迎大家來到政壇新秀,我是主持梁思韻 繼續有我們很掛念的何志光 你好,大家好 何志光,見不記得我們有多久沒有做節目? 應該是聖誕前的 是的,我們有差不多兩個禮拜 我們就跟何志光聊 未來我們的節目就像做一個一週回顧 例如這幾個禮拜發生什麼大事 未講之前,因為我現在懂得看Youtube的數據 我還未認識 是嗎?我現在認識的 因為他們教了我看過 原來我們的頻道有70-80%人是未訂閱的 我希望大家訂閱我們政壇新秀的頻道 繼續支持我們去找多些人上來做節目 去講多些東西 其實我們也做了多些新的節目 希望大家要支持我們 未開始之前,我想介紹一下 你看到我整張桌子現在很多東西 第一件事,你見不見到何志光 有一個喝湯 現在上來的節目,是不是飲食節目? 不是,因為有一個藝人叫楊明 是 其實他就說,因為他都很公開表態去撐警 然後有很多人都騷擾他那間店 叫鄧,我們可以出名的 是的,我沒所謂 因為我覺得都很值得去支持他 因為第一,食物的質素OK 你試過了,真的 是的,是的 第二就是我覺得 香港這種黑社會式的和式經濟圈 我們真的很討厭 其實就是,為什麼要破壞他的店 第一,就要你滅聲 不准說任何事情去支持警察 或者反對暴力 反對他們的暴動 第二就是,如果你沒有這樣說話 但是你不給保護費,他都會破壞你的 那這個只是一個 一個是一個六、七十年代 這種收拖地的回來 就是二十一世紀回到物理號之前的世界 物理號,我不知道 那些廢青未必知道什麼東西是物理號 物理號之前是 物理號來了就有聯整公署了 現在要回到雷諾、丙豪那些 是,我們又不方便去他的店裡吃 所以我們就買外賣回來 真的試過他的東西吃真的OK 所以我覺得 沒有理由他去那裡做節目 阻礙別人 是的,還有消費 我覺得也是,不是因為正見的 是他很不好吃的 我上網也看到 那些人說那間什麼冰室 那些東西真的很難吃 就是他支持他不住 什麼說炒兩碟烏冬出來 就是他叫了一碟烏冬 炒烏冬 為什麼等那麼久都沒有呢 然後原來他一次過拿兩碟烏冬 就是他隔壁都是叫這碟烏冬 少到明顯是可能他真的很忙 炒烏烏冬就分開兩碟 那你叫人 其實我意見的東西 或者我情感的東西 支持得你多久呢 是不是香港是資本主義社會來的 那希望大家 其實我們都是一間好吃的東西 大家用我們的理念去支持 那其實還有很多 例如四川辣妹子 我也想說 真的很慘 被人這樣扔汽油膽 這些我們都要支持的 另外就是一個 大家看到了 前面的一把本書 我們好像賣東西 今天 不賣賣東西的 不過呢 這個風格都學別人的黃絲網台 真的不開明了 免得宣傳他們 但他們的黃絲網台 很多時候讀本書在那裡 因為他們很喜歡賣書 但是我們這個台 就介紹這本叫做《撕裂香港》 那等一下就放了一個圖 過來的 那《撕裂香港》這本書的作者 你認識的 詩子山 是 其實呢 他們很多時候 記得以前 佔領的時候 即是開了名字 不要緊 即是黃毓民那個陣營 很喜歡出書 他們做節目 他們經常動了一些書 他們甚至直接去賣書 甚至有人想去他們的網台 那個營紙去買書 買衣服 他們經常做這些事情 但我們就不是想走這個路線 但是呢 他們在佔領之後 出了很多這些書 文章 這些 他們寫了很多文章 集結成書 就去搶奪歷史解釋權 就是說 對這次這個已經是七個月的暴亂 他們一定會出很多書 但是我們覺得這次呢 我們也有我們陣營的人 去寫一本書 去解釋這個逃犯條例的東西 逃犯條例本身 是正常的東西來的 沒有理由大陸的罪犯 可以自由下來香港 就逍遙犯案 沒有理由香港變成罪惡天堂 也都其實那個時候呢 我記得好像要犯罪犯到七年的 就是說呢 那樣罪惡可能在大陸 可能你殺人放放什麼都好 大陸要判你七年了 香港都覺得同一類型的罪惡都有七年了 那個人才可以去移交去大陸 是不是 哪裡會是 怎麼可以說變種變成 就把這個銅鑼灣事件 銅鑼灣事件都已經是作的了 就是連啊 李波都說 他是 真是做錯事啊 入到別人的那個 中國境內去 發放一些假的訊息 去擾亂別人的國家 也都是 他自願回大陸了 但是說到就是在香港 老劫嘛 嗯 他將一個銅鑼灣事件 老劫的概念 化一氣化三千 就變成就是 香港要用司法制度 將大量香港人送回大陸 以後就 人間蒸發了 突然間失蹤了 這樣 都完全不是那樣東西來的 是 因為我剛剛去完台灣看大選 其實你看到台灣的書店 都已經有什麼反送中的圖集 香港獨立的書 我自己都欣賞這本書 就是它裡面是用了很多的文章 或者是 甚至乎是一些法律的解釋力 這樣 那這個有什麼好處呢 因為很多小孩子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他要做通識波 這樣 他會碰到這些social issue 這些事情的時候 他怎樣去找資料呢 我覺得我們是有一個 多一點的選擇 給他 讓他知道一個正確的東西 是重要的 這個 我覺得這個歷史的解釋權 是很需要的 因為他們現在在世界範圍裡面 他們就說這個是官逼文犯 這個是警察濫權 最終用這句話 但問題現實就是 我覺得現在的黑暴濫權 他們是 就是私刑 這些我想我們周圍 在不同的渠道 我們說話都是說這些 只是總結我們過去這七個月 我們知道的東西 但是寫一本書 全世下去 跟著呢 可能四五年之後 這本書可以 你知道報紙啊 文章 散修修的 不能夠那麼容易去 去 流傳下去 這本書可以說 放了十年二十年 拿出來 都說回見證 這七個月我們在香港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有一些外國勢力 是吧 有大量的資金 有毒品 有女人 各樣東西去操控了那些年輕人 香港原來有很多的 可以說回歸之前 和港英相關的人 滲透了我們的教育 司法 或者是各個體系 傳媒 跟著全面去製造一場暴亂 撕裂香港 那有些 很多香港人 根本不想暴亂的 又或者有很多 大部分香港人都不想 不是 我覺得又很難說 我真的不敢 我不敢說這句話 他們有八六萬人就這樣投了票 我又不敢否定 就是他八六萬人 他投了票支持暴亂 反對暴亂的只有134萬人 跟著另外有投票權 或者不登記做選民的 有可能一二百萬 那一二百萬人 我沒有辦法 了解 了解 可能他們覺得這個暴亂 都沒有所謂 都不頂的 可能他們覺得沒有所謂 就不出來投票 支持止暴制亂 又或者他們覺得 不需要有選舉權 即是我們不可以自欺欺人 不要說我們不想暴亂的人 是少數 是多數 我現在沒有證明這個是事實 反而他們說支持暴亂 或者是說 有些人可能是有反對暴徒 但又反對警察 他們都是壞的了 我覺得這本書當然告訴我們 說回事實 警察執法很多時候都是有規有矩 有跟有強 他們沒有亂來 沒有新屋嶺這回事 沒有什麼太子站 又打死六個 這些是他們創造的方言 不是 他們說有二千幾個死了 又說有千幾個仇屍 送回大陸 整個為香港都是仇屍 你知不知道美國的人不理解 是 我在台灣聽 他說香港死了二千幾人 算了 我們那個時候 區議會選舉 在那些巴士站 看到那些文宣 就說已經二千四百 不知道多少個死了 是 這些假的文宣不斷出現 那些死者家屬全部好像不見了 那些死者家屬全部人間蒸發了 那些暴亂有這麼威猛的力量 那些家屬怎麼會 用什麼歸宿呢 但我又見不到那些家屬出來 真的很奇怪 這個就是他自己已經 這個就是 是不是信那些邪教 那些邪教 他相信的東西就是 是真理的嗎 就是很多邪教 他們有很多不同的教義 那第一個教義就是 黑警要死全家 就是一個教義 然後另一個教義就是 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那什麼五大訴求是什麼呢 那就是說 要解散警隊 抓了警察 然後就突射了所有暴徒 就是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有時候他們說到不知道什麼意思 但是其實意思就是 就是要突射他們的暴亂 但是警察就要拘捕 就是他們很多這些教義 然後還有一些教義就是中國崩潰 所以他們現在搞暴亂就是對 就是這樣 好 我們現在就說了少許 就是這本書 希望大家支持 也都希望他在書局上架 因為這個都是我的朋友送給我的 現在我就聽聞 好像在書局上未上架 你知道很多政治的原因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他 如果見到的時候 我記得不是一貴 不知道幾十元而已 70多元而已 支持一下他 這樣 好 那我們現在回來 就是講這個 我們會做一個新聞 不要十大 十大有排講 講五大回顧 好嗎 好 第一個回顧 我們就想講的新聞就是 武漢疫情 因為我當時 慢慢爆出來 我不是在香港 聽起來很恐怖 香港又搶口 因為我在台灣都有香港人在台灣搶口站 而又說會講到很恐怖的疫情 你身處在香港怎樣 我覺得很無聊 因為我 第一件事 我在香港未死任何一個人 不是說沙士這樣 你明白嗎 沙士 沒死人 不是 問題是 那個病是一種新的疾病 但是那個疾病的殺傷性 如果我要 一直這麼幻想 大陸死了很多人 只是 這個 隱暴疫情 那樣 拿回 十七年前的玩法 十七年前 是很喜歡說大陸隱暴疫情 究竟是不是證明了他隱暴疫情 還是他的疫情真是厲害 是有 但是他沒有隱暴 但是呢 他自己就說 他們那個時候 就是說 他們那個國家的動員是很厲害的 中國 我說回 就是大陸 都可以說 怎麼說就是祖國 那麼 他是突然間建一間醫院 跟著隔離 記得那時候 那麼他沒有不讓你知道 是不是 他也都隔離 各樣事情他們有做 是不是真的有人有隱暴疫情 但是你們去說 就說 他特意害你香港 跟著你就把沙士化為一種仇恨 跟著就說 大陸最壞 什麼什麼什麼 但是無端端 有疫情 那各個地方都有 美國 也未必 未必 現在這個疫情究竟 怎麼來 我們沙士都很難說 說真的那句 有很多人都說 很多陰謀類 說沙士本身呢 是一個呢 化學室的 的食品 噢 我有聽過 有聽過 就是沙士呢 專殺華人的 只是華人會死的 噢 這個我沒有聽過 整個東南亞呢 新加坡的疫情最厲害的 但是你說 衛生程度 17年前 最好的衛生程度 是不是應該是新加坡呢 為什麼新加坡的疫情 比其他 東南亞國家更嚴重 那些東南亞國家 那些人的血統 又以華人為居 那些人的血統 這個呢 就有這樣的說法 那當然有人跟我說 有白人呢 都中的 在加拿大 那樣 現在都沒有 但是我還沒聽過 有白人死咯 沙士主要是死華人的 那真的 不可以說那麼遠 但是說回這次 說真的 這個病 就好像變成了一個 文宣 是在散播一種仇中情緒 他們一定在引爆疫情的 現在裡面 又睡了35,690人 等於香港 死了幾多人 等於反戰中 等於反戰中 死了二千幾個 失蹤了幾多個 就是用同一個手段 去散播仇中情緒 他們是在說 抵他死 因為他們是支持中共 所以他們就有這樣的 好像是報應 OK 那些文宣就是這樣 抵你們了 終於有今天了 這樣 這是報應 就是他用一個報應 去看一個疫情 我覺得都幾 幾涼薄 第一 這個疫情怎麼來 我們不知道 剛剛就說 學應該是一種觀眾的病毒 但是在他們的文宣就說 誒 作東西來的 我們問他的病原 他現在作個病原給我 OK 如果遲些世衛 福檢過 這個基因圖寶 各樣東西 他判斷適合你 你知道武漢 其實國家裡面 那裡有一些頂級的實驗室 P4級的實驗室 其實他們本身 中國呢 在這些的 集病控制那方面 那個技術 不是 你想像中 哎呀 吃不到茶葉蛋的 那些人呢 其實很窮 大陸的人啊 現在是有飯吃 有衣服 有車渣 有屋住 人家已經中產著了 整個國家 你不要想像 人家的人命都很賤 跟著中了 全部都死了 無所謂 即可能呢 那個什麼華南海鮮 那個什麼 那個市場呢 衛生環境不夠好呢 都應該是一個事實 都應該要改善的 他要改善 就對了 但是 整個國家這麼大 有事未整理好呢 都是事實 但又未至於 就說 人家要引暴疫情 跟著死了 死了幾萬人 告訴你 他都吸收過 這個之前的經驗 現在都不會再夠 我覺得他03年 有沒有引暴疫情 我都質疑 是你香港人說的 但香港人我覺得 有時候很誇張 有些什麼事馬上又要搶 以前搶過鹽 一見有什麼事又要搶口罩 其實我那天在家樓下的藥房 買了一盒口罩才是60元 比以前貴了 可能就貴了十幾二十元 但又不是大家說的那種 我想 湯人的藥房是有 但又不是很多 我覺得大家都是 這些假新聞 或者這些渲染性的東西 大家就看少些 就令到自己應該都會開心些 其實我們還有四個 topic 要講的 我們下次回來再講其他 topic 多謝大家